民进党的宗旨会要正式提名 陈时中 林佳龙选双北 这个龙中沛在今天就定位 而且会同框小鹰一起合体亮相 所以对这个林佳龙来说 闪不掉啦 怎么躲都躲不掉啦 好 那根据了解呢 这个陈时中好像在今天提名之后 预计有可能在姓氏 会辞指挥官 辞卫副部长 网友就酸说 这一次跑得比病毒还快 好 那当然其实陈时中呢 一宣布要参选之后呢 其实讲了很多话 也是引起这个 轩然大波很多人讨论 包括呢 在陈时中 昨天特别提到 他说他防疫有三个骄傲 包括了疫苗及时到位 用药很早 那么今天早上呢 柯文哲一听就傻眼 他说还好没吃早餐 意思就是说 吃了就要吐了 那以及呢在昨天 前两天的时候 这个陈时中讲到说 政务官是自由业 那当然这个部分 陈时中后来有解释啦 好 但是政务官是自由业 这样子的言论 一出口呢 在昨天确实已经是 让柯P气到说不出话来了 好 但不管怎么说呢 有致我们先来看到了 就是在今天下午 这个是再有心结也好 必无可避了 反正呢 龙中沛呢 陈时中 林佳龙合体 那林佳龙再怎么不愿意 他也得面对也得同台了 这一把大概民进党一定会坚持的 往错的路上走 我先补充一句 今天死亡创新低 四十九死 那就是烟火嘛 所以 就要庆祝行情 还有还有准时 指挥中心记者会准时开 他只要他不在都准时开 没有第一次 罗易军在的时候也都准时 对 陈时中没有了以后都是 非常准时 然后很效率 超有效率 讲一讲 然后记者回答完 大概都三十分钟之内 所以他们是要行诉说 有他没他都没差 你这样讲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否认 那这民进党一定会往错的 如果他不在可能防疫更有效率 搞不好 然后策略也会更正常化 没有 其实他 刚刚新书讲的那三个 自己做得很好的 是指说他离开之后 离开之后 疫苗将会越来越充足 快筛会越来越到位 然后那个药品 越急早 会更急早 他主要是在讲说 我离开以后会变这样 那大家期待 所以不要 大家期待他快滚是不是 对对对 赶快到台北市来 大家来争枪实弹 好好的来打一仗 但是你看 当然我们大家知道 已经会往林嘉隆 他的新路历程 因为他念之在之就是台北市 台北市plus都出来了 那现在要改成那个新北市plus 难以改口啊 昨天不小心还要把台北说出口 你也不要这样 刚跟女朋友分手 你总是交了一个新的 总是还是会一直喊着 千惠千惠千惠嘛 对不对 突然要改成 对不对 那个那个佩萱佩萱 对不对 不要说什么来宾一换 我等一下一离开 你一定还会说 有志你要不要讲一下 其实是寒冰哥 现在林嘉隆就是处于这种状况嘛 尴尬 每天都在 每天都在 等一下你太台急你自己 我不会讲错的 人家首都院警都写到第六甲 是不是 可是他说没有新北也适用 真的啦 他那个首都的范围只扩大 台湾后来也适用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不觉得就是渣男无误吗 就是在交往的时候 对马千惠可以讲出 我要对你以后怎么照顾你 对不对 每天一定要接送你上下班 这不就是台北市愿景吗 我每天一定会让你笑 对不对 那一天一天一定会让你吃一顿 好的 然后那个一定会让你 都讲好的 女朋友不跟我在一起 换下一个 我告诉你哦 马千惠那个不算什么 我只爱你 我哦 马千惠那个什么东西啊 他的有的你一定也都有 这不是渣男吧 渣男无误啊 那大家一直言语他也没有用 我说实在的 这两个是分开来看选举 这两个是完全不一 那我们现在讲陈时中好了 对双北的状况是一定不一样 侯友宜我讲真的啦 他真的躺着选就上了 因为现在根本没得比 最新的民调 你看他两个人的差距啊 那个真的是大到你 已经没办法追得上的 可是问题是butt 当初游席坤不是也是这样 也是差很多啊 所以千万不要低估民进党逆转 逆转的能力 那会有几个逆转方法 我相信这个才是应该要去思考的 然后台北市 但是陈时中你看看他的起手式到现在都叫正常化 其实民进党没有因为他状况不好 这才是民进党厉害的地方 我讲真的 如果以中立的角色来看 陈时中现在状况好不好 真的不好防疫这么差 因为刚好接在林志坚负面新闻的后面出来 民进党整体的形象被人家诟病 他所有东西如果以股市名词来讲 等一下你觉得他是刚好接在林志坚后面出来吗 还是说他出来其实是要救林志坚 救林志坚是我说的嘛 我一直从头到尾都是这样认为 因为光是市政停滞说本来就是在救林志坚的 因为那篇新闻稿 如果以我们这些媒体人来写 不会写成那样子的 那个重点跟议题设定 你说台北市停滞 停滞说 发展停滞 对是在救林志坚 这句话本来就是在救林志坚的 他这句话没有make sense的 没有任何的理由 因为在以我们媒体人来写这个新闻稿来讲 所以他是怎样这句话出来是要引炮火 很简单嘛 要吸引炮火 市政停滞 他指的是哪一个是台北市 那这一次打林志坚的 是桃园市议员詹江春 还是舒翠玲 不是嘛 今天这次打的是台北市议员王洪威 徐巧新游淑慧 不是要连到这里哦 当然啊 他一讲市政停滞说 所以整挂这些人就会回防了嘛 就像你部队在指挥部队一样 你今天跟你讲违位就造 这不就是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兵法道理嘛 所以他要救林志坚 一定要提出台北市政停滞 他不能构出愿景 因为这个东西谁会回防啊 没有嘛 顶多大家算他两句 他一定要很刺激 那刺激就是跟你讲说你不好 那这个就是违位 然后来救赵 赵是谁 就是林志坚 他就是要把王洪威 游淑慧 徐巧新这些炮火 把他吸引回 让他回防台北市 那你们继续跟我炒市政停滞说啊 问题是国民党有没有上当 没有哎 你会发现 其实王洪威根本不鳥他 没理啊 没理啊 那游淑慧 虽然后面背着郝龙斌的秘书 可他也没在管他的啊 照样打我们自己的论文啊 徐巧新 也不用讲说我干嘛要替马市长 因为大家都知道马维拉已经执政14年了 也没什么话再帮他讲了 但是反而民众党他有上当 那陈志涵马上就开炮了 而且连开三天 那所以民众党为什么会这么做 不是因为现在柯文哲当家 你这样讲也 第一那请问一下郝龙斌没当家过吗 对不对 被要论金秤两 郝龙斌跟马英九市政 还更多可以被民进党打的 可是也没人要去做这些回防了嘛 而且你这些回防的都 我没有说陈志涵说的不对哦 那主要是因为第一 民众党在论文门的议题上 本来就没跟上了 不然你要他讲什么 那市政停滞说 你出来做陈志涵一定会去VS 一定会去杠他 你看哪有停滞 那其实不就是 我一直在这边跟你们强调的 我们的议题常常就是跟着 民进党要丢出来的议题一直转 我丢出一个焦糖 那就一直回应焦糖 我丢出一个林静莹 大家一直骂林静莹 就一直周而复始 国民党这次 我真的不亏2018班这些 包括王洪威 已经连三届的议员 他们这就是 而洪威姐又是媒体记者出身 他熟知我不能在这个议题上面 被你弱化掉了 我在乎现在是林志坚的论文 我发起的 我怎么可能被你带走 所以我不需要回访 继续打林志坚 问题是 那民众党这一次的定位 到底要是什么 我觉得台北市的议题 如果一直跟着陈时中 未来一直丢出来的 那黄珊珊的阵营 如果就只能一直回应陈时中 我很担心 未来黄珊珊会渐渐被弱化 这个在议题设定 议题设定上 黄珊珊团队一定要拿回主导权 因为很显然的在这一挂里头 其实蒋万安也没有主导权 也没有 但是蒋万安 他主要是后面有强大的小母鸡 现在已经不是母鸡带小鸡 台北市的 台北市应该是小母鸡带大小鸡 对吧 因为王鸿威这些人 都远比蒋万安来的有议题设定能力的多 那陈时中有没有看上这一点 他看到了 所以一出来就丢市政庭治说 他想要把这些炮火引过去 流流啊 还是有一些炮火过去 所以这两天大家都在骂陈时中 但是国民党有没有能力兵分二入 现在目前为止看起来是可以的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那些论文门好像有点停滞了 还真的有点停滞了 那大家跑回去骂陈时中 那这就是陈时中出来的目的 兵分二入 你也兵分二入 可是论文门停滞你说 也是因为这个中华大学 还有台大都已经压十成说要调查了 那大家就是等着看你怎么调查 两个月内结果出来 好那我就跟千惠讲 你还记不记得上礼拜 我在你的节目说 这是一个满贯全类打击的 很多人那时候还在质疑 我或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结果红威是第一分啊 他是阳春炮 可是后面两分三分四分 第二分我已经讲过了 是学术伦理 有没有成功 就看后面怎么去 尤其九月份才会看得出来 学术伦理这一分会不会回来 第三分是什么 我现在直接跟各位说 就是年轻人讨厌民进党的这一分 因为这个论文 事关的就是心心学子 就是年轻族群 你如果去观察DKAR跟PTT 这两天已经乍翻了 年轻人那种剥夺感跟不以为然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两天我看到最 我最想论述 而且我也跟仲晓讲 他们这礼拜如果上我节目 我想要论述就是 年轻人在PTT上丢出了一句话 跟我当时三分四分 满贯炮的那四分 刚好一模一样 第三分年轻人说 陈时中就是绿营的韩国瑜 这个我们昨天也有拿出来讨论 对因为我也讲了两天了 我也希望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年轻人他这一分 你能不能得到 事关的民众党跟国民党 国民党传统上你认为说 反正大家也不会 年轻人也不会投国民党 Are you sure? 你真的确定吗 还是你就双手一摊 所以你怎么解读绿板韩国瑜 这样的讨论 韩国瑜这一批年轻人 以前也没有参与过 我们在这边讲的 整整四年的双标党 有没有 没有 不管以前的莱猪 那是我高大学时候的事情 对不对 或者是能源问题 民进党的神主牌双标 我们一直讲的双标 这些议题 没有一个是当今年轻人参与过的 一个都没有 所以我们一直骂双标党 双标党他们无感 因为我就没有参加过 你以前东西 你一直骂民进党双标 我现在看到民进党就是这样 他带领我们年轻人走这条路 他哪里双标了 这样想也合理 在我们是双标 可是真正的 第一个叫罢韩 因为那个声量够大 民进党压足了宝 吹出九十几万票 够不够用力了 把年轻人都从台北 吹回高雄去投票 够不够用力 第一次 然后教他们的是什么 不可以落跑 草包 然后那个干话 然后丑话 全面都负面标签 然后这个东西年轻人记住了 我记住你教我是这个 国民党这些人这么烂 这么烂 这么烂 韩国瑜抗中保台 根本是跟我们做对立面 你要去大陆卖东西 你跟我讲这么烂 这么烂 这么烂 他们记住了 这一次呢 有一个人出来 跟韩国瑜 当初他们民进党 教他们骂韩国瑜的一模一样 你看干话连篇 你去看年轻人 这次在PTT 尤其D-Car 一直第一个强调就是干话连篇 他们非常讨厌 陈时中的干话 哦 是哦 你去看他们对陈时中哦 那种那种讲什么大可不必 他们是言语到不得了 我我我我我这两天 有一些年轻朋友 到我的私人的粉砖 来跟我讨论 到现在我还是还没回完 那 他们跟我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因为他听到我在论述这些东西 他跟我讲说非常重要的观念 他们说哦 你不要以为 我们脑袋里面只有民进党 不 我们是第一次接触这些议题 所以我们记得他跟我们讲 韩国瑜是什么 而且我们这些年轻人 在互相的族曲里面 是没有一天到晚在谈政治的 但是 你那个年轻人 大概是几岁到几岁 如果以他 他跟我讲他是太阳花 他以前是太阳花 然后他现在还有一些 学生延续着 他跟我再讨论这个部分 他说现在他看到的这些年轻人 就太阳花世代以后 他接下来他的这些人 他们脑袋里面 没有这么多的政治 但是 他们也不敢跟同学 谈太多的政治 说是不想 但是有一种政治他们会谈 有趣 好笑 他们现在喜欢民音 有话题 梗图 有没有 所以韩国瑜当初就是被好笑话了 所以他们觉得好玩 所以他们愿意拿自己的IG 拿自己的脸书然后去分享 因为好笑 同学会觉得好笑 张中桥好笑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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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他说好久没有看到了 韩国瑜被罢免之后 陈时中在他们年轻里面 就是被人家好笑话 就一直在好笑他刚刚以上 我们在讲的什么 疫苗充足要来的又快又 他们把他好笑话 然后很多那种 梗图啊 迷音啊 他们非常喜欢玩 所以陈时中 几乎就是当时被韩国瑜那个样 而且没有民进党操作 是年轻人他们自己 为什么 因为那个标准他还记得 你当时要我罢韩 那个力道这么重 你印在我们脑袋里面 现在我反噬了 他们第一次体会什么叫双标党 他说他终于知道了 因为以前没有经历过嘛 你们跟我讲莱猪 讲能源 我们以前根本没碰过 现在第一次了 那第一次呢 能不能让他们印象深刻 我觉得陈时中 像绿板韩国瑜 这句话非常重要 国民党一定要在这句话上面 去研究如何去里头 吸到年轻 哪怕一点点观感的转换就好 因为民进党那时候 教你讨厌国民党 讨厌韩国瑜 就是这样讨厌其嘛 他发现你民进党也是 那就可以抵消啊 那真正的这一些 应该要努力认真去经营 他们是民众党 因为这些人 本来就是民众党的票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呢 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